大家好,今天这个话题可能有一点大,可能分几步才能表达我现在的一种思考。 就是说,资产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?为什么资产战争这种形势会存在?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? 那么,我们从各种媒体上看到的都是什么挤啊,什么不得不,什么拱火,然后再深刻一点的就是利益,金工服务体,控制人员,粮食,金融,货币之间的等等的一系列的五花八门的东西。 那么,我今天第一部分准备讲的就是说,我们的这个媒体文化的存在核心是什么? 如果不了解的这个媒体文化存在的核心意义,好像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,好像就浮以表面。 那么,具体的,我就用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讲一下我在西瓜视频里面的,自己感受到的一个经历。 那么,我不是想到了一个,有一个实用心情,那么我就去申报了这个专利,就是保护舌头的一个专利。 我自己感觉到抽烟的时候,实际上它会最大的伤害就是着山舌头,着山舌头以后,它刺激舌头的味蕾,然后倒置胃的一种,一刺激胃就动,一刺激胃就动,那么就造成一种胃的那种紊乱。 那么,所以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离骨钉还大,那么,具体的我就把这个专利就1800块钱就申报了,那么我就交了1800块钱。 那么,我交了这1800块钱,当我在检说专利的时候,那么整个西瓜视频大量的就知道我对这方面有需求,他们大部分就推崇这种广告。 跟着这种广告,我的眼睛就跟着他们就进去了,进去了以后,等等的挑选以后,就形成了我的一个行为,就是用了1800年前投进去了,去申请了一个专利。 那么,大家听明白我讲的这个道理没有,就是说,我通过看西瓜视频,通过我的眼睛,通过他提供的这些,具体的这些流量,这些广告等等的,就影响到我的行为。 那么,我的行为就是,我花出去的那么多钱,那么,自己说这个钱你花出去的,就完成了这个媒体的一个交易。 那么,转过来,我们又再讲,那么,媒体从什么地方来的?我们看的东西从什么地方来的? 那么,就是由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人,跳出来,搞个视频就出去了。 就是,媒体不用赔信,不用等等的,就自然就筛显出来这个东西了。 那么,为什么它筛显出来这样一个,能够形成这样一个闭环呢? 那么,就是流量上面的钱。 记得,我们微信情理的时候,早期不是微信情理面,大家不是都非常反感? 就是说,这个,有人推销广告吧? 一般来说,一推销广告,情主就会说把它提出去,因为大家都烦。 那么,有几天我就进来我们的一个钻石群里面,我就说,我们进来以后,我们有什么需求? 我不发点广告,我有什么产品?我不发广告。 那么,我进来干什么,那么,我最后就和情主说了,我说,你应该引起大家罚广告。 为了罚广告呢,那么,每罚一条广告,那么就,抛一个红包到情里面。 那么,以前我就像这样做的。 那么,情主也不反感,那么,情里面的成年呢,抢到一个红包,他也忍受着你发一点广告,那么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感。 那么,我讲的这个例子,就是讲到利益文化的一种方式。 那么,同样的,西瓜视频,他用什么方式呢? 他就有同样的,就是说,这样,你发一个作品,然后你就有一点钱。 那么,我算了一下,我从到西瓜视频以来,到现在的收益,可能还没有800块钱。 那么,大家看到没有,我看西瓜视频以后,投进去的,直接投进去的钱就是,受广告影响,投进去的钱就是, 1800块钱,而收到的钱就只有800块钱。 那么,中间就相差着一个,有一个差价,就相差着1000块钱的一个差价。 那么,讲到这,就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。 就是说,整个文化,它是由一种秘义资本,用这种方式在操纵的。 大量的,这些,给几分钱,几块钱,这样的,就可以把产品低价的买进去。 然后呢,把流量转变成一种利益,就是转变成一种广告的投放者,投放钱的一种买方。 那么,其实跟金山一样,就是由低价进我们这些,所有的劳动者的,所有的原创者的这些组品,然后高价把它卖出去。 那么,通过我刚才说的那种,就是,你看我自己的情况。 那么,我还在上边,蹭吃蹭货的800块钱,那么,相互抵消的都还差着1000块钱的这种空间。 那么,讲到这,就说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了,就是说,利益文化,它是通过眼睛,吸引眼睛,然后制造流量。 然后呢,低买,高卖,然后来控制人的眼睛。 控制眼睛以后,它就能够控制你的大脑,控制你的大脑,然后就能够控制你的行为。 控制你的行为以后,它就能够分化出利益最大化,它就能够进最大的利益,获得很大的利益。 那么,利益,这样产生以后,它就会巩固这个利益,就形成了阶级,就形成了穷人和富人。 那么,我今天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, 这种利益文化是否可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复兴? 我自己的观点,我认为,它的整个计算方法,它是可以有选择性的,引导着走的。 那么,这个议论,这个文化,这个媒体文化,它完全的计算法,它是以一个金钱的动量为标准的。 那么,这种以金钱为度量标准,它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文化。 它不管什么整体的一种东西,它只管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 那么,如果说是这种资本媒体,任由这种资本媒体无限的扩展, 然后,真正的一个民族复兴的文化媒体,被这种资本媒体所强压和所占绩, 那么,我自己认为,是非常不利于整个民族复兴的。 那么,讲到这,简单的就讲一点,我心里面积压很久的一个实力。 这个实力就是有一个演言,一个姓孙的一个演言, 他整体的在一个电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形式, 就是说,用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东西, 放着啤酒啪啪啪的脑袋里面,就像这样砸, 然后用个枪指着脑袋,就喊爷爷。 那么,整体的这种,一种,他们以为叫做方显个性,方显武德, 什么林肯,站着死,不厌跪着身, 表现出来的这种,一种,他们所谓的豪狠,霸气。 那么,等等的这种文化,一直充斥和影响着很多很多我们的后代, 影响着还在成长法语当中的很多人, 动不动就动刀动枪的。 那么,我讲一下我自己感觉到的有一张照片, 给我强烈的冲击。 我后面没有找到这个照片的, 这个照片是我偶然看到的, 讲的就是在一个两斤在对异当中的一个瞬间, 休息的一个瞬间。 我看到有一个惊人,一个连级指挥官的一个惊人, 他刚打完仗就住下来,在一个掩体里面住下来, 住下来了以后,他住下来以后,他就在那做他的一种笔记, 就把那些战争上的这些笔记等等的一些, 他就在那认真地做笔记, 就是那么一个镜头。 那么笔记旁边的话, 他是放着一本, 就是说他可能藏随身携带的一本书籍, 就是一种书籍, 好像就放在那个旁边呢, 就是说完了以后, 可能说是记完以后要看的一种书籍, 那么伸上杯子枪, 旁边放着这些记体的东西, 那么给我冲击很大, 那么我就想说, 这两张图片, 一个是以黑社会性质的那种, 用枪抵着, 所谓一些什么, 林肯站着身, 林肯站着死不厌, 跪着身, 所谓一些什么豪狠的东西, 用啤酒砸, 什么老大给面子, 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的, 一系列这些感受的这些东西, 就冲刺进来了, 那么这种图片, 这种武德, 或者另外一种的一种强烈的对比, 给我一种很大的冲击, 那么我自己不相信, 前身咳着龙纹的龙锅, 拉着一把关公大刀, 它能够, 创造什么一个豪狠的世界, 可能走两步的难, 那么, 就是因为这种文化, 我说的这种文化, 堂而还之的, 就能够在金钱利益文化下, 大量的鼓吹, 大量的培养, 大量的泛滥, 大量的影响出, 整一批一个时代的一批年轻人, 如果像这样的形式,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战斗力, 那么我们是要打很大的问号的, 实际上, 里面值得探讨的东西很多, 那么书记不该说的话, 这种文化的引导, 也应该有一个正面的, 真正支撑着整个民族的发展的一个东西, 来和它平衡一下, 也应该控制一下, 不能让它泛滥成灾, 那么大家能够感受到现在, 很多议论上边的, 跳出来的这些, 什么乌克兰人不值得同情, 炸死, 什么用什么魔鬼炸弹, 什么什么, 一开的那种欢呼, 一开的这些说的这些言论, 一开的表达出来的这种, 一种就如和社会性质, 这这样的这种砸头的这种你所谓的勇敢, 那么我就想说的话, 能够走几步, 那么今天第一就和大家说说, 这个利益文化的这种传播, 对于我们的行为方式, 对于我们的, 具体的一种, 后面的这些年轻的人的这种引导, 那么这种引导下, 既既旦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以后, 那么, 这会反射我们很多很多东西的, 那么, 所谓的战斗力, 真的不表现在这些地方, 那么, 引起这种, 不断的膨胀的这种文化, 那么这些生计, 是起到了很坏的周应, 那今天就讲到这儿, 再见。 。